中國的麵粉及棉紗大王,榮氏兄弟,由郭晉德,王晉臨聲演 在清活文初的時候,有兩兄弟長袖善武,經營的麵粉廠和紡織廠都非常成功 被人稱為中國的麵粉大王和棉紗大王,他們就是今集的主角榮氏兄弟 榮氏兄弟,你們工作上怎樣分工呢? 我是大哥榮忠敬,我主要是負責工廠的管理和發展方向 例如引進先進的生產設備和技術,提升產品質量,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 令公司營運得更好 我是弟弟榮德生,主要是負責公司的資金運作和開拓市場,擴大公司的銷售 你們的生意做到很大,最初是怎樣開始的? 我們兩兄弟之前是經營前莊的,生意都不錯 不過我們覺得民以食為天,更加看好這個食品的市場 於是1900年我們以6000元的資本,創辦了寶興麵粉廠 希望中國人都可以吃到國產的麵粉,打破當時清一色由外國入口麵粉的焗麵 最初生意都是普普通通 後來我們將麵粉賣到對麵粉需求比較大的北方 慢慢打開局面,之後就擴充資金 將廠名改為茂新麵粉廠 當時日和戰爭爆發,很多北方的廠都停產 加上戰爭時期對麵粉的需求大升 我們就趁著這個時機擴充,十幾年間已經有12家麵粉廠 我們的冰船排麵粉更加成為國際知名品牌 甚至買到去英國、法國、澳洲和南洋 連外國人都買真的很厲害 既然你們做麵粉那麼成功,為什麼又會做紡織業呢? 因為衣食是人生的基本需要 所以麵粉創企韻之後 我們1915年就創辦了新生紡織公司 七年之間已經有四間廠 算是相當有規模 當時的人中排麵紗都很暢銷 大家除了叫我們麵粉大王之外 也都會叫我們做麵紗大王 不過之後你們好像面臨很大的困難 是不是跟打仗有關呢? 沒錯,我們作為民族企業 日本一直都想打壓我們 到了中日戰爭期間 很多廠房和機器都被日本人破壞了 剩下的就被他們巨為己有 阿哥接受不了這個打擊 在1938年就過了身 之後日本人就威逼利友 我和他們合作 或者賣光廠給他們 但是我是中國人 我絕對不會把中國的產業 賣給外國人 之後中日戰爭打完到國共內戰 榮德生在國共政權力守之後 決定留在中國 他的兒子榮毅仁 將56間紡織廠、麵粉廠、上膠國家 被稱為紅色資本家 改革開放時期 榮毅仁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總裁 憑著他的經商謀略和海外關係 為中國的改革開放 立下不少韓馬公路 為中國信託 為中國信託 有不 NT 曾經都卻私以民國庭高 我曾經要降 滿滿這 Warriors 聞そ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